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信仙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購買及更換BKS-1的外殼 相信不少使用BKS-1的人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那就是 外殼破損 但是功能完全正常 像我的就是這樣子 一開始他只是小小的裂痕 然後自己東補一下 西補一下 可是後面越來越嚴重 最後他沒辦法不補了 像這邊 已經完全掉了 然後買一台新的話 大概要1500左右 一般版的 然後電池加大版的大概2000左右 可是更換外殼呢 只要300塊而已 對 如果你是剛購買 然後還在保固內的人 我建議你還是回你的購買處 請他幫你送回原廠去做 更換 及維修 不然的話 自行拆解過的 就 沒有保固了 這邊 這邊我是提供給 過保固的人 或是跟別人買 什麼的 像我是朋友給我的 這種已經沒有保固問題 然後又想自己DIY的人 當然你也可以 送回你的購買處 或是他們的經銷站 請他們幫你做維修 然後 著收一些 費用 那麼要如何購買到 BKS1的外殼呢 首先 先來到他的官方網站 網址我會附在下方的簡介 進來之後 這裡 可以選擇語言 選繁體中文 然後再點選這裡 先註冊會員 註冊好了之後就 把你剛剛的帳號跟密碼填入之後登入 登入後就會來到這個畫面 這是你的 會員資料修改 再來就是 將你的 BKS1註冊 點選產品註冊及 教修 然後拉到下面 選擇 你購買的產品型號 像我是 BKS1 藍牙耳機 然後 BKS1全照 高電量版本 再來就是 輸入序號 產品序號就是 BKS1 背面這個 條碼下的數字 最後是 購買日期 如果 忘記 購買日期的話 拉到上面 他這邊 也有說明 就是剛剛 輸入的產品序號 前面的四碼 依序就是年份跟月份 他這邊舉例 1807 就是 2018年 7月出場 然後 日期就是 填 當月的最後一天 2018 7月 的 最後一天 還有一種特殊情況 像我 一樣 這種序號 4323 或是一些其他的數字 你不知道該如何選填的人 可以去他們的粉絲專頁私訊他們或撥電話詢問 網址我一樣會附在下方的簡介 或者 FB搜尋 BIKECOMM 他們就會告訴你要 如何選填 填好了之後就按 確認註冊 註冊完之後就會有下面這一條 然後點選 填寫教修單 就把你的產品寄回地址跟 問題描述打完 之後打勾 按確認送出 送出去之後就會有教修單號 把這個教修單號 複製後 去他們的粉絲專頁私訊給他們或是 撥電話也可以 幾天之後就會把外殼寄來了 費用就是 300 還運費 回到這邊 首先要準備的當然是要更換的 外殼 跟拆卸他的工序 就是這一支 我在網路上買的20塊 想要的話自己去搜尋BK S1專用中空小擠子 不想網拍買或是想買質感比較好的工具的人 這邊要注意一個重點 不然就會像我一樣 大家看到這一盒 買了一組貨到了才發現根本錯 而且還沒有我要的尺寸 最小的只有到T10 這就是沒做好功課 然後自己在那裡亂 只能安慰自己 以後還用得到 首先工具的尺寸是T8 然後BK S1它的螺絲比較特殊 我上網查了一下它叫安全梅花螺絲 或是有其他的名稱 知道的人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就是羅帽中間有一根突起來的柱子 所以買工具的時候 除了你要注意它的尺寸是T8的以外 還有就是它中間 這要是中空的 所以它中間要一個洞 這樣那根柱子才可以插進去 OK 講了這麼多 好 那我們開始吧 先把這四顆螺絲給卸掉 老實說我也沒換過 老實說我也沒換過 就長這樣 應該可以把它拿起來嗎 它要怎麼拿 唉唷 幹 這是怎樣 超緊啊 超緊啊 它還... 換啊 換 就... 反正它已經壞了 我就... 從後面把它推出來 我靠 它已經... 它已經... 這隻螺絲要飛了 我靠 這樣... 幹嘛... 它還緊了吧 什麼樣子 怎麼那麼緊啊 我靠 滾 噢 噢 還好 沒事 應該... 應該還可以用吧 太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用緊 可是... 清潔一下 應該還可以用吧 這...這... 纏成這樣 然後... 屍體 開機 先去... 去旁邊 試一下 開機 測試一下 好 攻... 還正常 我來關掉 還好沒有採壞 然後... 我看一下 這是背面 背面 沒事我先倒出來 防撞泡膜吧 撕掉 然後把它貼起來 這個我... 這個我不知道是幹嘛 啊... 這個應該... 我裡面... 電池保不起來 應該是因為它有這個黏住 算了 不理它... 不理它... 然後... 把它裝起來 這樣... 放進去 還蠻簡單的啊 我們把它... 這是剛才怎麼弄那麼拆 這個... 插壓好了 好 最後... 貝殼蓋上去 好 然後... 它的螺絲... 放回去 鎖起來 好 完成 然後它有附這個... Size 就可以把這個... 螺絲的地方塞起... 欸 塞起來我到時候會不會很... 不好拔 好像會 之後我要拆的話 是不是 它能把它... 不要... 不要裝好了 這...應該... 也... 會怎麼樣嗎 OK 那就... 先測試一下 我裝好不到啊 喔 有... 有亮燈 OK OK 把它關掉 然後... 試一下... 充電線... 塞不塞到 我的... 不進了 試一下... 好 也可以 充電也正常 OK OK 這樣就... 這樣就完成啦 BKS-1的... 外殼更換 這就... 拆成這樣 反正它也要換了 OK 感謝你的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喜歡跟訂閱 以及分享給其他的朋友們 我是金三 我們下次見